当地时间2023年1月7日版 欧洲时报在巴黎比罗曼大酒店举行了创刊40周年庆典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耶夫妇 法国参议员梅尼昂 巴黎十一区区长佛格兰 法国华丘华人会主席蔡君柱 及旅法各受谈代表华商和中资机构负责人等300余人参加了庆典 欧洲时报副总编刘健主持庆祝活动 庆典首先通过视频回顾了欧洲时报创刊40周年的发展历程 随后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 欧洲时报社社长张小辈 向所有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他在致辞中表示 欧洲时报走到今天已入不惑之年 40年来该报一贯坚持服务侨胞连通世界的半报宗旨 如今在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 海外地区总榜上名列12 他最后说 我相信欧洲时报跟上时代步伐 明天会更加灿烂 随后上任社长杨永菊通过视频向来宾致辞 第三位发言的是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 他表示欧洲时报走到今天 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中文日报、周报、新媒体、视频节目、法文杂志、书籍出版、多余种传播 以及旅游、文化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全媒体文化传播集团 成为连结华侨华人阻击国关系的纽带 欧洲时报不但是侨胞的精神食粮 也为侨胞排忧解难 成为我们的知心人 他最后希望欧洲时报不忘初心 继续讲好新时代中国发展与中欧友谊的故事 法国参议员梅丁安市长也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致辞 他赞扬了欧洲时报40年来 为发展中法、中欧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并宣布1月16号他将在法国参议院举办晚会 邀请当地的华侨华人参加 特别欢迎欧洲时报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卢山野大使在致辞中首先高度赞扬欧洲时报40年来 为服务旅欧侨胞促进中欧交流 传播中华文化所做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卢大使希望欧洲时报坚持侨胞属性 扮演好旅欧侨胞与法欧主流社会的桥梁作用 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打造全球华文传媒领域的权威新闻品牌 做文明互建的实干家 做中欧友好的民间大使 这次完毕后 卢山野大使、梅尼扬市长、蔡君柱主席 和张晓飞社长一起上台 为欧洲时报创刊40周年 节开生日蛋糕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